給人大、給法工部、給衛生部門、給教監部門 不用說,那裏保健食品來講 在立法過程當中,立法之前,保健食品爭取的大過程 立法過程當中,保健食品爭取的地位 保健產業、健康產業是新興的照樣產業 怎麼把它定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此,我找了國家最高的智庫人員 中央黨校的教授,我們一起做 中國保健產業的現狀未來,用一部政策上升下滑 有個健康門,稍等下滑 好的,三本書 一部,保健食品單位數、保健用品單位數、保健服務單位數 三本書,食品、用品、服務單位數 一個報告,三本書基本上奠定了中國保健產業的基礎一起分類 這一個呢,在一些政策上有些體現 什麼政策呢? 我無論關於健康膚學發展的若剛意見 其中就用了我們很多的理論成果 這一個報告,這一個意見出來之後 我馬上給李軍儒校長報告一下 我先去看,這裡邊有了 什麼用呢?三大服務產業 醫療服務,獎勳力促進 健康保險相關服務 五大支撐產業,其中有我們提出幾個 藥品提到7元,下輔說 保健用品,包括他那一部 包括機會環引發展,非常有 保健身健身器材 五大支撐產業,柴面廣,連續面廠 總一起來,什麼叫大健康產業? 我說呢,大健康產業是 國務院發的健康服務產業 這三大服務,再加上他的支撐產業 就構成了給我的大健康產業 就是這麼的概念 那麼,什麼是保健產業? 保健產業就是 給那些生病的人提供產品和服務 使他們更健康,更健美,防患,疾病 一未然的 這樣的企業,這樣的服務業 就是 保健產業 保健產業是健康產業的一個 注意性部分 為什麼我想把它分析出來呢? 為了避免我們企業犯的錯誤採空間 你把什麼都做成為治療 這為治療,那為治療 你不是醫生,你說治療,就違規 所以這個產業發生最少 現在最少 就是3000億以上 我說的是 三大產業 目前最少的產值 就在什麼呢? 就在億萬億以上 發生十多 現在更好,非常非常好 第三個呢 對大家的服務 因為我們這行業是新興的產業 張揚產業 經常有不規範的人 在那兒 出問題 一出問題,罰了就加碼 一出問題,罰了就加碼 所以這次的 食品安全法 裡面 上一屆的有一條 五十一條 叫聲稱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 必須嚴格監管 監管部門要履責 就一條 我說 保健食品就嚴格監管 其他食品就不嚴格監管了 不嚴格監管 別另外 就是說 法律上 這一次修改之後 有一條 整個十三條 碰監管 這是好 對大企業 我們在做這些大企業 大老闆 是有好處 因為它比較規範 在這個經過當中 經常還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們的企業 有些企業是採取匯銷的方式 採取匯銷的方式 採取匯銷的那些產品 但有些部門經常想把匯銷 採取匯銷 這就取匯銷 我說不能取匯銷 為什麼不能取匯銷 因為國家法律裏面 沒有說匯銷是不合法的 穿銷是為法的 直銷是合法的 匯銷也算是合法的 不能用國家的 每個部門的規章 來立一個取消匯銷的這種 效果模式 下違法不能違法 上違法 這是有規定的 所以我們的利益 現在也被散發 就是給大家服務的這一塊 從上中這一塊服務 另外一個服務 我提上個性化的服務 什麼叫個性化的服務 每一個企業 你有什麼訴求 科研有什麼訴求 我們有三個多個專家 其中有十幾位 都是院士 或是會議大師 這部門 大的科研集合 我們都有聯繫 中國諸醫院院 中國諸醫科學院 中國醫學院 軍事醫學院等等等等 這些都有聯繫 你有什麼訴求 提上來 我們可以去各地 開什麼集合大會 需要我們這樣的人 出口面 那我們去參加 這個 所謂的各種好 大家 也比較熟悶 所以這樣呢 是我們目前 中國保健協會 中國保健協會 大企業 百億上的企業 幾乎都在冷卻 我們搞了一個雙百 雙百呢 就是說 百億上的 到15年 能達到百億上的 百腔 我們怎麼支持 那個大企業 所以我這幾年呢 說給大家服務呢 從政治上的服務 從具體上的服務 就做了這麼一點工作 所以呢 我下來以後 又交了一大批 企業家的朋友 到哪這個企業家招待 我到哪不讓政府招待 從來不讓政府打招待 不打招呼 都是企業家呢 非常熱情 對我非常好 現在呢 根據國家的規定 超零了 超界了 國家規定 不能再做 下了 這個新建設 現今以後呢 仍然是生育國務 所以今後呢 聯絡國務協會 為大家服務 今後呢 所力所能及的 昨天 今天參觀了 我們 許老闆的 他的這個教訓 很有情 可是大人都想台灣 都想日本 都想 那客戶到哪去了 問問呢 是不是 銷售他呢 恰談一下他 不挺好嗎 我跟我們這個 非常 有一點 從來講 你可以把更多 那些協家 準備銷售 銷售這份 這份協 要是參觀參觀 我看還是不錯 是吧 希望他比台灣的這份 他都比較熟悉 是吧 合作的 他這個 在台灣 我去了兩次 因為台灣的協會比較多 叫一季協會 會多 我建議他們 你成立統一的 然後 然後我們還對接 他們正成立 成立完了以後呢 叫我去 祝賀了一下 參加了一下 總之嘛 我簡單的說這幾句 今後呢 你們有什麼 有什麼訴求 可以找協會 也可以找 我們的會場 喬丁 非常熱情 他把養老產業 今天我聽大家的介紹很好 這麼多 企業家做在一起 大家 這一交流 本身都是溝通 這個溝通 是非常好的溝通 就是說 有所保健產業的 有所保健用品的 有所保健食品的 有所保健用品的 有所保健食品的 有所保健用品的 有所健康食品的 有所營養食品的 有所營養食品的 等等等等 這些呢 都是有很好的 很好的交流 還有呢 比如說溫泉 溫泉呢 現在我們這行業裡邊 旅遊養老 過去我給你起個名 我叫旅遊養老 旅巨養老 這個非常風生水喜 就搞得非常好 如果你那邊 你住滿 可以把我們哪個 企業家 相聯合 到那去 是我們不少的 健康產業的企業家 在全國各地 像建一戰一樣的 一戰一戰的建 比如說 你這個房地產賣出去 他們來接客 我把我的 這些 老人 在這兒來休一休息 休息一段時間 這麼才剛到榮城 去了一段 也是個企業 企業和榮城的 方建公司的老闆 結成堆子 結得非常好 是吧 是這樣子 這個企業 你這個方地產老闆 搞養生的這部養老闆 和其他老闆 相結合 就非常對接得非常 非常好 所以呢 我簡單地說 這麼一點 今後有什麼 需求 可以繼續找我 找我 找我 我們名長不行了 雖然是 好這個 幾部養老 養老產業 涉及到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的 產業 是不是 他涉及到精神 安護 涉及到這個 食品 涉及到 洋網 涉及到 旅遊 涉及到 全部的 這個面都可以涉及到 是吧 我可以說 養老產業 是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我可以說 養老產業 大家 都可以聚在一塊兒 所以呢 這個產業 非常大 大家有什麼事呢 可以找他 是吧 不用說標準的事 今後 做了一個事 來 來 做這件事 今後 簡直說什麼 說什麼 幾點 今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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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手建 來了那麼多 職業 我感覺 比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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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學工的 不是搞健康 產業的 但是我下航以後 就一直對這個健康啊 還是挺有這個興趣啊 這個健康呢 剛才張副長講的很多 就是這個 全的方方面面都跟健康有關 我呢 喜歡這個 學學啊 這個 好些說法啊 其實說法也跟健康有關 所以這個健康的方方面面都跟健康有關 是 那麼 我有個感覺呢 就是這個 中國現在老年 這個 這個 已經超過了 百分之十 按國際標準呢 就是 這個 超過百分之十 就是老年社會了 現在已經超 已經到百分之十六了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 搞 搞健康 搞養老這個事兒 是非常緊迫 我感覺呢 這個 這個養老這個事兒 我不斷在學習 學習 因為 我周圍有很多朋友呢 就對這個 養老實驗呢 他們搞國際化 搞國際化 這個 我也參加了那個 那個世界那個 養生科學聯合會 當時呢 一共有十八個國家參與 那麼 我在會上也講了講話 不斷地學習 人呢 就是 活到老 學到老 工作到老 我現在已經是 重壮年了 這個 今年八十二歲 這個 但是我感覺呢 還沒有老 這個 走路 年輕人還不一定走得不好 這個 思維 也沒有混亂 我感覺第一個 心態要好 第二個 這個 要 飲食呢 不要貪食 你少吃會好 這個 這個 吃多了 容易得病 我接觸了很多這個 那麼 也接觸了很多養老的那個 辦的養老院 我感覺呢 中國的養老院呢 要根據中國的特色 你西北地區 和西南地區 跟沿海地區 就是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所以要因地制宜 根據實際情況 不要盲目追求 要搞那個高檔的 或者是這個 不容易搞成 上次在紹興 參加一個會 那個 條件很好 這個 那個 B種啊 就是 那個 紹興 那個養老 搞養老事業界 負責人 花了幾個億啊 蓋了 房子已經蓋了不少 但是現在還沒有利用錢 實際上 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養老地區 我感覺呢 這個 要根據不同的情況 上海有一個養老院 蓋了十六萬平方米的 那個 房子 他主要呢 給東南亞 一些華僑來住 收的費用比較高 但是現在搞起來 也有些困難 那麼 那麼 我認為呢 這個 我們呢 現在在做的好多 好生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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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台灣的 有 有韓國的 有各個省的 我感覺這個 生物質素質 很重要 我 我 雖然現在也沒什麼病 但是 這個 要注意一點 吃 特別是食品 吃東西 這裡面有很多學問 不能夠隨便亂吃 我感覺呢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說太多 這個食品方面的事特別多 那麼 另外一個呢 我們有一個組織 這個 現在 中國保健協會 有一個養老分會 這個養老呢 要跟旅遊結合起來 要跟保險結合起來 要 要 要 這個 也可以跟剛才 張副長講的 這個 養老 旅遊養老 這個 這個 說吧 我感覺 我是 商手贊成 這個 山東有 有一個 林毅 林毅有一個 廢縣 那個地方 三千水秀 這個 這個 有五棵井啊 是始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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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相當好 那個 那個 它是泉水 這五棵井呢 當地的 老百姓 百歲以上 老人啊 特別多 現在再 再搞一個養老 他們就是 跟北京 結合起來 把他們的老年人 在北京住兩個月 回去 再 在當地住 那麼 跟 全國各地的養老院 都結合起來 這裡邊呢 包括 他能治理的 能走路可以的 有那個 治理不了的 有 需要人 陪同的 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 要根據不同的情況 來把養老實驗 不同的處理辦法 我 我 我 感覺這裡邊 學問很深 那麼 特別是 長山腳和珠山腳 這個地方 廣州考的一個 華僑考的一個養老院 曾經在全國推廣過 但是呢 他搞的 黨勢太高 一般有的還做不了 就不到他這個 所以我感覺呢 另外政策上呢 要給養老實驗呢 提供一些 一些幫助 民政部呢 國家開發 國家開發領航 給民政部 是300個億 當時呢 幾乎是考 20個 養老院 但是現在 現在已經4年多了 還是沒有考慶 但是他因為民政部 那個那個 國家開發領航呢 提出了要求 不是白給你這個錢 這個錢 現在5年要還的 所以一般 養老實驗 5年還不了 建設就只有3年左右 所以這個 現在 原來是計劃一個 搞一個是5個億 一共搞20個呢 300個億 到現在這個錢 也沒花出去 但是也沒考慶 當然有些幹部 裡面有些私心 怕負責任 到時候還不出來 是他搞的 他 他 就 他 不搞也 沒有搞成 他也沒事 沒辦法 就這樣 所以這個 各個地方 現在明漫的比較多 明漫多呢 我們就要用明漫的方式來做 能不能就是說 我們養老實驗分成幾個等級 根據不同的情況 這個 這個 高檔的一種 中高檔的一種 中高檔的一種 中檔的一種 中低檔的一種 有的光是為了 這個 有些像浙江 我看到幾個養老院 有 那個 他這個 農民啊 這個 掙錢 很會掙錢 浙江的農民啊 很會掙錢 掙了錢以後呢 想把這個 想把這個 給養老實驗分成 但是他沒有方法 這個 所以 在這方面呢 根據我們的情況 我 我認為啊 我們在組織形式上 就 要 根據不同的情況 來 不同的處理辦法 今天我就 先說這一點 我請 那個 原民部的副部長 這個 肯定是最專業的 張文漢 張部長 給我們講幾句 好嗎 我是民政部的 退休幹部 做了12年的老林工作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從1996年 1996年 國家搞了中國老林協會 我當年老林協會 不是會長 開始做老林工作 做了12年 開始做老林工作 別人不知道老林是幹什麼的 也沒有 也沒有人系統體驗 知道啊 這個老林化 帶來的社會問題 就是哪些 所以 我們做了幾年以後 就感覺到 老林工作 它這個世界中 也是一個全局性的 戰略性的 一個重大的 不是一般的 重大的 社會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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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